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龟占地中海 这是什么意思 赤溪龟的广泛是分布在全球各地 在台湾也可以看到赤溪龟的踪影 它主要的产卵地 包括了美国佛罗里达州 维德角 莫三比克 西澳大利亚 这些比较温暖的海域 也出现在希腊 这几年科学家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海龟 在西地中海的海滩 竹巢 产卵 认为可能是暖化 导致赤溪龟 栖息地不断不断地在扩张 甚至有所谓占领地中海这样的趋势 原本该在海中徜徉 却受困在小水池 很糟的是 有些还一辈子都回不了大海 赤溪龟是温大海域最大的硬壳海龟 在水中鲜少出现掠食者 却难逃海废船沙等致命威胁 而一般来说 气候变迁对他们也只有坏处 不过科学家却意外发现 有可能反而是助攻 近期有越来越多赤溪龟 从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和图尼西亚的海滩上孵化 过去一九九零年到二零一二年间 一年平均只会找到不到三个海龟巢穴 2020年却发现了84个 地中海在1982年到2019年间已升温1.3度 可能导致海龟习性产生变化 但专家也重申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确认 同样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冲击的 还有每年在北大西洋行程 由大量马尾藻聚集而成的海藻袋 虽然并非新现象 但今年提早出现的原因 科学家至今仍没有答案 这片海藻袋从非洲西岸顺着海流 一路向西延伸 目前部分已抵达佛州沿岸 接下来预计入侵整个墨西哥湾 这种藻类死亡腐败后 会散发难闻的恶臭 但除非大量堆积 不会对人类造成健康威胁 而且在开放水域漂流时 还有助于海洋生态 海洋覆盖地球表面七成以上 但人类对海洋的认识甚少 近期科学家才发现 原来超过八千公尺深的深海 还有鱼类存在 打破世界记录 这是澳洲与日本科学家合作 在西太平洋海沟水下 八千三百三十六公尺深 捕捉到的珍贵影像 至今深海中仍有许多 没被发现的宝藏 也凸显守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 TVB新闻总和报道